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原生频道 各位主内弟兄弟平安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原生频道 那么呢 我前面已经讲了45讲 关于这个浩然 关于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我现在涉及到这个核心的话题 这个整本圣经啊 它有一个逻辑性 它有一个核心的地方 那么这个核心地方呢 就是说这个讲的救恩论 而这个救恩呢 这个一方面是这个 这个人犯罪 犯罪了以后需要救赎 那救赎呢 这个神用的方法是替代的方法 这是犹太人这个神的选民啊 他们这个这个这个信仰 也是这个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啊 那是救恩 但另一方面呢 他死了以后 如果就这么死了 把你的罪属了 那么他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生命 那么尤其这个永恒的生命啊 就是长生不老了 中国人说啊 那么这个长生不老 这个永恒的生命 怎么去获得永恒的生命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耶稣 他死了以后 如果他这个 就埋在坟里呢 他这个和其他人一样 是不是啊 那么人们就没有盼望 那么呢 实际情况是说 这个神 他是永恒的 那么信神的人 对不对 也完全可以 这个 只要你遵守神的教导 按照神的指令去做的话 神也可以让你的生命永恒 你相信不相信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说 神也可以让你的生命永恒 那怎么就让你的生命永恒呢 这里面有一些机制 有一些过程 那么最 这个 需要做的什么呢 人死 肯定是要死 除非你在耶稣再来以前 你没有死 那时候正好碰上来 你会 给提上天上去 然后就进入这个永恒状态 那么呢 我们大部分人 可以说绝大部分人 你赶不上那么巧的话 那么呢 你肯定是要经过这个 从死了以后 然后再复活 复活的生命 这是 这个复活的生命 不是一个灵魂 它带着身体的 可以吗 所以呢 这就里面呢 这个圣经那个救恩 要打到完整 打到永恒 完全满足神的旨意 right 也让满足人的心愿望 那就是要复活 那么这个复活呢 因为耶稣呢 祂是全人 全神 那么耶稣这个全人 全神呢 祂不需要复活 祂就一直是活的 是永恒的 但是耶稣呢 祂作为全人 祂得首先复活 而且这个复活呢 和那个拉萨路的复活 和我们这个 得了重病以后 然后被车撞了以后 过了一个小时 过了多长时间 然后复苏 跟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呢 就是这个 不管你怎么复苏 拉萨路死了以后 再复 再活过来啊 他还会作为一个人呢 最后的时候 细胞 瓦解 DNA碎裂 整个骨头都烂了 这个过程是 这个呼吸停滞 是必须必须的 对 脑电波 而这个复活 这个呢 耶稣这个复活以后 那这个生命呢 就成为永恒的生命 OK 再也没有仇烦啊 OK 对吧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涉及到什么 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 所以我今天呢 给大家讲这个 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 OK 讲这个道理啊 那么 因为如果耶稣 能够复活的话 我们 跟随耶稣的 神会赐给我们这个生命 让我们像耶稣一样 也经历一个复活 这个复活 当然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啊 但是本质和性质啊 它是会一样的 它是会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啊 这个圣经那个 这个记载啊 他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呢 他还会什么的 他会复活以后 复活以后升天 升天以后什么的 他再来再来 再来以后呢 会审判死人活人啊 因为那个 现一篇幅的原因啊 我就是讲这个 作为一讲 把这个耶稣复活 后面这个内容呢 稍待一下 那么需要的时候 再直接 这个讲这个 审判活人死人 那么我们今天 集中在这个 耶稣复活上 那么看看这个经文啊 这个 OK 那么耶稣啊 他死后第三天复活 这个呢 我们先看了经文 我们再看这个 怎么叫第三天复活啊 OK 那么哥林多前书啊 第十五章 第三到四节说 他说我们当日 所领受的 要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 按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OK 而且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说 第三天复活了 首先说 耶稣他必须死 OK 如果耶稣根本没有死的话 他的不活 不存在复活这说 OK 你说我 这个 我这带呆着呢 我根本没死 到那时候 你说我复活 那对不对 那不存在 不叫复活 是吧 再一个 你可是造假的吧 是吧 造假的吧 所以耶稣呢 他肯定是死了 是吧 当天的时候 他断了气 断了气以后 把他埋到坟里 埋了坟里以后 也经过两三天 是吧 对不对 当时的时候 这个 那这个情况 就是有人鉴定 他确实是死了 OK 那么死到以后 第三天复活 什么叫第三天复活 OK 犹太人过这个 预约节 他过预约节的时候 是星期五 那个下午 比如说 这个是三点以后吧 太阳会落下去 到了晚上六点以后 那这个时间 那到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星期五 他死的 我们现在说 那星期五他死了 然后呢 你说 那是叫做第一天吧 OK 那么第二天 死后第二天 那是星期六 那么第三天复活 那在圣经里记载 什么呢 那就是 那天的 星期天的早晨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那个时候 去查看的时候 耶稣已经在 那个坟墓已经空了 那个 那个大石头 那个挪开了 是吧 所以 并且那个 那个天使 就告诉那些 告诉那个 查看他 来看到那个 耶稣当时的仆人 告诉他们来 他的用人 他的用人 然后去 说他已经走了 OK 你要去哪里 去找他去 然后耶稣就给他人显现 是吧 所以说 耶稣复活 是一个历史事实 是真实的 经过各种考察 也是那个验证的 那么作为我们门徒 我们作为 这个 我们普通人 我们没有这个 时间去考察 那么我们 只是根据 圣经的教导 然后拼着信心 相信 那么并且 就是说 相信的人 是有福的 OK 他说 就是说 没有见 就相信的人 有福了 对 像这个 多马什么的 他得摸摸他 然后看看 是不是有那个伤疤 看看是不是 我的主 是不是耶稣 他摸了以后 他才相信 那么耶稣后来说 你这小心的人 你这个没有见的人 就信的人 更有福 对不对 当然他 他最后相信了 也是人的 这个习惯 是吧 对 这是说 那么耶稣死了以后 他 这个 他不能再复活了 复活了以后 不能长久 待在天 待在地上 因为他要回到 父那里面去 就像我们 离开父母 我们还 然后最终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 那个父的旁边 他这回到父的旁边 不仅仅是 他的身体上 回到那里去 他要在那边 要掌王权 他来到地上 只是倒上肉身 是为了提起人的软弱 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 他的本源 他的本地 还是在那里面 就像我们是留学生 现在当然很多留学生 到了美国 到了加拿大 到了日本 留在那里的 可是呢 我们原来 很多人像我们这个 出国留学的时候 是公派的 我们预示着 我们最终有欠了合同 要回国的 所以我在这个 毕业以后 然后工作了 在日本国内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最后的时候 我要回到国内 可以回原单位 也可以不回原单位 但是呢 这样你回国了 履行了这个协议 所以一生五汉 一生五汉 所以回去了 那耶稣呢 他当时 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以后 他在地上 大概四十天吧 将他的民徒显现 又搬不着大使命 然后拣选了 他的最后一个使徒 保罗 那么完成这些事 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 搬不着大使命 让他的民徒走出去 要建立教会 对不对 让福音传到 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么地上的万族 要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 因为他敬畏神 顺服而蒙福嘛 所以呢 把福音传出去了 地上建会建立了 然后他又颁布了大使命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耶稣什么 他要升天 那什么叫升天呢 我们看一下 他的英文 看这个经文 在这个马可福音 第十六章 第十九到二十节 是这么说的 他说主耶稣 和他们说完的话 后来呢 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处传播福音 主和他们同在 用神迹随着 正式所传达到 阿们 那么马可福音 一共是十六章 那么在十六章 最后两节 十九到十九二十节 他是对耶稣升天 做了一个总结 在马太福音 却是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三节经文 十八十九二十 他对巴默的大使命 这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很多地方 耶稣 他要回到天上去 他怎么回到天上 那是被接到天上去的 但是当时 其他的圣经 告诉我们 神派到天使 然后他就是 这个天上有云 他这个耶稣 生了天了 你看我们常理理解 那么我们是 有重力的 如果没有一个 这个冲破 这个重力的 这个力量的话 我们是没法 自己上天了 所以说现在呢 登月也好 坐飞机也好 你也想上去的话 那你去坐飞机 要不是坐着火箭上去吧 那么耶稣当时 都是没有火箭 没有飞机 而是神 从天上派天使 然后把他接上去了 当然耶稣呢 他是全人全神 他就是完全有能力 超脱这个自然规律 OK 他可以上上天上去 那么我们 这是耶稣啊 他就是升天了 那么升天以后 他的归宿 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 然后为我们 一直在为我们祷告 这在约翰福音 我们记载啊 所以呢 耶稣呢 他升了天 也并不是不做事啊 他升了天以后 也在做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么现在 我们在地上的工作 穿福音建教会 也不孤单 也有力量 因为耶稣在父神的右边 在我们祷告 他在父神的右边 他掌握了天上的王权 那么他最后 他会再回来 那么呢 耶稣在天上 是不是永久待下去了 是吧 他要看地上的事情 发生怎么样 OK 他要看这个父神 对他的指令 对他的指令 那么耶稣呢 他一定会再来 再回来 第一次来 是道成肉身 在伯利恒诞生 那么第二次再来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他知道一些征兆 他向闪电呢 像什么什么样 但是呢 他怎么个来法呢 OK 但是呢 可以肯定的是 耶稣一定会再来 那么在耶稣再来上 一个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福音书里 有这个预言 然后呢 在这个 在这个 马太福音第24章 耶稣再来 他会一些征兆 做了很多很多的描述 那么在这个 圣经最后一卷书 这个圣经呢 这里面 66件书 他的最后一卷书里 叫几十路 那么在这个几书里 他有 也有一件经纪 我们看这个 几十路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节 他说 看他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对 说那个 耶稣啊 他一定会再来了 他再来是 必不可少 再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再来重要意义的 他这个再来 这次再来 就是 他怎么走的 会怎么再来 OK 是吧 腾与家务 他再来是 再来的时候 那 那个 他是等 这个 父神给他指令 他这个 然后地上的情况 等福音传遍了地极的时候 那么呢 各种这个 这个再来的征兆都具备了 比如说这个 国打工打国 民打工打民 然后他再来的时候 这些假先知出现的 是吧 那么这个 无法国 这个 重新发芽 是吧 那 伊斯列建国 是吧 对不对 这些都具备了 当然还有一些 有很多大灾难发生 地震 荒灾 现在很多事情都在这么发生 是吧 那么呢 他说他这个来了以后 说的非常肯定 是吧 一定会再来的 并且快来了 那么 这个快来了 要这个辩证的理解 因为天上的 这个地上的一千年 就相当于天上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快呢 也可能就在今天 也可能是在明天 是吧 那么但是总而说 他是快来 可是跟我们人想的 不是太一样 你任何规定 想象了某一天再来 那个都是错的 那最近呢 在韩国有人说 这个耶稣再来了 其实呢 其实也不是 对不对 那么呢 耶稣再来 有他的特殊形态 是吧 那这个意思呢 和我们人的想象 可能差距比较大的 但是圣经的真理 是没错的 那么有这个耶稣再来呢 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耶稣再来干什么呢 对不对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说的 对不对 耶稣再来 很重要一件事情啊 他是要审判活人死人 要审判活人死人 要记住 我们是有审判的 而这个审判 是相当严厉的 对不对 那相当严厉 那么如果你不做好预备 不警醒 不祷告 不把握住 你今天该做的事情 他现在说的 我要按里面所行的 来报应你 什么叫所行的 我们平常一想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好事 做善事了 然后规范自己 这都没错 很重要 是吧 很有意义 对不对 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审判的第一个规条 第一件事 看你是不是相信了耶稣了 OK 如果你还没有和神和好 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那么这第一条 你都过不去 第一条过不去 你再行了再多的好事 做了再多的患事 到审判的时候 那么还是上去以后 复活第一批没有你 第二批复活的时候 上去 首先把你扔到 这个火葫芦里 火流芳火葫芦里 去 去这个永久的煎熬 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了 有机会跟你传福 你信了耶稣了 那么下面呢 那么你才可以 耶稣按着你所行的来审判你 对吧 看看他的教导 你能不能遵守 对吧 两大监命啊 尽心尽力 己爱神 你的主啊 OK 爱临如己啊 是吧 有没有 饶恕人呢 是吧 OK 好多 你有没有怜悯之心啊 有没有心公义啊 好怜悯的 OK 很多很多 OK 所以呢 OK 所以我们要这个 这个耶稣啊 他会审判活人死人的 这是在这个 使徒信经里 是这么说的 然后在这个启示录里 也这么说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经文 我想我们去说 圣经到底要讲什么 我们也一定要引用经文 来证明我们说的是对的 OK 所以在这个圣经启示录 第二十章 第十三到十五节说 他说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照 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OK 然后死亡和阴间 也是 也要被扔到火壶里面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死 若有人的名字 没记在这圣经册上 他就被扔到火壶里面 所以耶稣他再来的时候 他就是让有两批人复活 那第一批他再来的时候 第一批让复活的时候 那就是那些 为他做见证的 那为了他福音的缘故 殉道的 然后没有克罩各种的 还有犹太人 他们是神的选民 有十四万四千人 这些神的圣徒 犹太人的圣徒 他们要进到 这个是一同作王 一千年 那么另一批 就是第二批 他要在白色大宝座那受审的 这些人就是杂戏杂瓦的 反正你第一批没有复活的 他经过这个大灾难 到的时候都要就到那去 到那集合去 那么到这个集合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审判你 刚才我说的这个 就是你没有信的会怎么样 信了他会按你所行的来审判你 所以这个所行的 就包括了你信不信 包括你的言语 包括你的信心 还有你具体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成就神的功 然后首先要信 信耶稣 有机会的 然后他审判了你以后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 新天新地从神那里降临的时候 那么你信他的人 然后按照他的标准 这个具体的怎么审判 很多细节我们是不知道的 反正你就是万好地做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叫什么呢 要信耶稣 你尽可能万好地做 拿出圣经的教导来 那么最终 你就得到很好的审判 在神那里领奖赏 他会很好的带你 所以他赏法非常均匀 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是君王 他是万王之王 他要掌管万有的 好吧 那第一次来是服侍人的 第二次 他是为了审判 为了更大的救恩 成就这个救恩 好吧 那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 圣经道具是讲的什么的 第四周一讲 给大家分享完了 也就是说 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 然后升天 那他必再来 审判活人死人 好吧 那么希望你喜欢 今天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 内容 然后转发 点赞 分享 然后呢 右下角 那个subscribe 稍微一点 就可以 这个支援本频道 信仰于人生 让我们一起来 为神 为神使用 好 再见 再见